我覺得蕭敬騰不管你有沒有參加 你說你以後都不要參加 FUN 你乾脆說去中國好了 你身為一個原住民的民族的人士 你當時的起家是在台灣 你完全忘本 以前我是欣賞你的 但我覺得你為錢 完全不要自己的自尊 蕭敬騰今天也說金曲獎 他都沒有得 當然有人就講說 因為他沒有參加個人 有沒有參加個人我真的不在意 我覺得蕭敬騰 你沒有得是剛好而已 你沒有參加也剛好而已 因為蕭敬騰上次 他用台語高唱兩岸是一家 已經被認為 你還說喝什麼黃河水 人家就說你是阿美族的 你阿美族哪裡喝得到長江水 喝得好這個所謂的黃河水 所以我覺得蕭敬騰 不管你有沒有參加 你說你以後都不要參加 FUN 你乾脆就去中國好了 你身為一個原住民的民族的人士 你當時的起家是在台灣 你完全忘本 我跟你們講真的 不要自以為說自己了不起 中國大陸現在就這樣子 他要找誰 他要找台灣出身的 尤其是原住民的 像是田地那種的 然後去講說 我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他就是要這樣搞統戰 所以蕭敬騰 你的金曲獎完全沒有入圍 我真的覺得剛好而已 我真心這麼覺得 好 我一看到你的什麼電玩廣告 我立刻轉台 以前我是欣賞你的 但我覺得你為錢 完全不要自己的自尊 蕭敬騰的事情 我對他 我直觀講 不管他今天多有錢 賺了多少錢 賺了多少名氣 我是想跟蕭芬講 藝人他出去 中國賺錢 我真的沒有意見 但是呢 蕭敬騰你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我真的看不起 你們今天這麼紅 是台灣人捧起來的 你蕭敬騰 當年在選秀的時候 木納的時候 你怎麼紅的 你第一桶金是台灣人給你的 我真的看不起 不好意思 我直觀上 我就不喜歡老蕭這個了 結果呢 每一年 包含今年也是 10月1號 中共國慶的時候 你在微博上 我的祖國生日快樂 去年也是 我們的國家也有國慶啦 可是我們國家 國慶的時候呢 他們在哪裡 他歌這件唱得不錯 他多紅多有錢 那是他家的事情 但是他 對台灣這塊土地 他不認同嘛 那我也不認同他 什麼紅的 台灣人買他的專輯紅的 他居然不認這塊土地 這個真的是我摸著良心講 你要我認同他 我做不到 今天我們站著把錢賺了 我們該講什麼話講出來 聊天室裡面中國的朋友 也很會抵押阿館 因為我在保護我的國家嘛 你今天要我賺人民幣 要我賺中國的錢 我當然想賺 我站著賺 你要我跪著賺 我做不到 所以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台灣藝人過去 怎麼每個 講話越來越驚騙子 就是個台灣人 連老蕭都是 講話越來越有那種 中國味道 陰陽頓錯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怪裡怪氣的 台灣不台灣 中國不中國的 很噁心啊 我真的看不起你們這些人 在這裡 我如果想是 你選擇 我先拿到 你選擇 我先拿到 你選擇 我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